另外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我們近日都很熱烈的討論,關於區議員問題 就是違反了一些守則,或者違反了一些,我們這樣說,對一些區議會本身已經有一些規則,有一些規章 但是他們違反了的時候,當我們舉報,是由民政去處理還是由誰去處理呢? 現在我們又搞不清責任問題,要投訴人去找警方,又或者找相關司法部門去做 但是作為民政局,去跟區議會有一個夥伴關係,怎樣去處理這一類投訴呢? 我舉個例子,他們在議員辦事搞初選,我們現在應該這樣說,是屬於違法,你們應該是誰去跟進? 謝謝主席的提問,其實用幾個層面去看這件事,在香港任何人,如果違反任何法例 他們都其實會跟回相關的法律程序,會有人跟進,甚至是檢控 當然如果是國安法的層次,也會有相關部門,當然如果簡單來說,我們會配合這些調查 但是如果是有違反我們一些區議會的守則,或者是一些囚禁指引的話,我們也會拿正來做的 但是當然如果剛才主席說到是一些犯了比較嚴重的法例的話,我知道現在 國安都有他們的熱線,他們也會跟進的,所以也不擔心 但是我剛才舉個例子,就是議辦拿來做初選,政府都覺得它是違法 你們好像只是扣回那天的開支就算了,是不是這樣? 簡單來說,如果他們是利用一些區議會的資源,他們是偏離了或者超越了他們的職能 或者是有違反他們的守則,我們就會拿正現在我們的守則來做 是不會給相關的可能一些re reimbursement的款項 如果是有一些更嚴重的情況,我相信不同的執法部門也會有相關跟進的 第二點我想說,就乘著梁志祥議員主席說 其實現在那些區議員很多就在個位置不務正業 而且也都經常胡作非為在個崗位上 我們經常都說,如果你做一些分裂國家,搞一些根本違反國安法的事情 我們就覺得其實他應該就及早離開崗位了,這個我就一直都說了 除了要他們離開崗位之外,我還想問就是說 現在其實在政府的角度,這些攬炒派區議員 既然他都這麼多是胡作非為不務正業了 其實你們有很多那些政府做的政策的工作 其實根本我覺得你都應該多些諮詢一下其他的地區人士 即是包括分區委員會 而不是整天都好像以前那樣,不斷地側重在區議會 因為你都不是不知道,局長 其實去到區議會,很多時候人家就借你們去的時候 他們在那裡搞鬼搞事 根本上來講,整件事就基本上是被他拿來做一些破壞的行為 結果什麼建設性的事情都做不到 你與其浪費時間去諮詢他們,去讓他們在那裡發揮的 倒不如你拿來諮詢一下分區委員會 聽一下其他的地區人士的建設性的意見就好了 所以我是兩個問題來的,主席,謝謝 謝謝你的兩個問題,局長,謝謝 好,謝謝主席,我先回答第二部分 其實區議會我們過去留意到有一年的時間 我都嘗試去接觸和呼籲他們要跟規矩做事 但很明顯在過去的一年 他們區議會不僅僅批款的效率極其低 其實某程度上我都公開講過幾次 我覺得他們區議會已經其實失效了 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們會檢視在區議會的方向 我相信我們在具體的時候也會諮詢一下委員的意見 除此之外,剛才周議員提到 我們在政府其實所有的政策 不僅僅是諮詢一些單一的諮詢架構 例如其實去到一些在社區相關 不僅在分區委員會我們會諮詢 其實我們都要用不同的途徑 不同的政策局 用一些比較廣泛的方式 去聽多些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當中其實在過去的一年 我發覺不僅分區會我們會有諮詢 除此之外,我們都多了是跟立法會議員 跟你們是多溝通 因為其實有時經過各位立法會議員 我們都接觸到很多很有建設性的建議和社區的聲音 所以在政府的諮詢 永遠都不會單一途徑去做 那麼當然,剛才議員都指出 現在區議會的問題 我們是知曉 也都可能遲些也都會跟委員去談一談那個方向的 那麼,講住這裏先 講到就是說區議會 我剛才聽到說 局長說的都幾 幾 幾醒眼 就是當堂醒了醒神 局長就說區議會 目前已經失效 現在會思考當中 究竟是怎樣去處理呢 我想大家都明白的 那麼,實際上 我們都不用寫近取願的 任何的區議員 它都是公職人員來的 根據這個防貪條例 就是prevential bribery那裏 那麼,他們是公職人員 如果有違章的話 都是可以根據去做 那麼,貪污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他參選的時候 就簽了是要履行基本法 然後簽了之後 他是公職人員 變成了 他也都已經有那個責任在那裏 所以就 他拿了政府的公帑 要隔他職 或者什麼都好 根據這個cap11都可以處理得到 這個我較早前給了 憲制事務局 第二,我覺得有一件事 看都不是很順眼 就是 當他們遺規早期的時候 最近好像被一個收斂了 仍然在用政府的綜合辦事處 來開他的會 你們專員那些就設立推廠 我覺得這個消極 實際上呢 你作為那個premises的owner呢 你不能夠容許別人繼續在你的地方 違法 來去做任何事 所以不只是不提供那個秘書服務 你有主動 你有責任 去壓止和阻止這些違法行為 繼續在你的premises那裏進行 所以這個我想你在你的守則 或者指引方面來說 應該都可以強化 我覺得是 最後提到兩點的意見 多謝 局長會否回應 多謝議員的意見 簡單來說 我們一定是抓井以法辦事的 所以 遲些我們如果有一些新的方向建議 我們都會和國委員會報 好 另一方面其實有些同事都說了 現在地區行政方面 就是一方面 很多的活動其實 因為區議會政治立場的關係 連一些傳統的節慶都可能已經停了 例如端午、龍舟等等 例如一些足球隊 可能也都因為政治立場 而停了撥款 或者是故意刁難 這個是非常不健康的情況 原本還有更多的 因為疫情可能現在搞不太活動 一些團體也都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也是過去正常申請 合乎程序都被人 就是強行淘汰出來的時候 透過議會 它做一些民康活動的功能 似乎已經是喪失了 我想問政府如何去彌補到這一方面 令到基層市民都可以享有正常的民康活動 例如一些節慶 就是段午龍舟菜 回歸國慶這些慶祝等等 但是我絕對不覺得有什麼理由區議會 就是停了一些回歸國慶這些運動 而地區的專員入口或者民資責務處 是沒有另一些支援放進去的呢 好 局長 麻煩你 好 多謝主席 首先講講的 其實過去有一些地區的節慶活動 就算有些人過度政治化 但是其實我們總處理 都是有這方面的支援給他們 就不是完全我們是手不幫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講清楚 當然在一些地區求會 也要澄清的 過去其實他們 因為疫情所以他們停了 但是他們的支援也都是 我們是有繼續給他們的 所以這個要先講清楚 當然另外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剛才幾位議員都有提過 就是在議會其實明顯就是 那裡政治化 所以剛才我都說 已經看到他有失效的情況 撥款也是非常不理想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們是檢視著未來的方向工作 所以在適當的時間 另外也會報回這一方面的進展 另外也會報回這一方面的進展